一年一度的新北考古生活节 日前在巴黎区的13行博物馆盛大举行 共设置了七大特色区超过120个摊位 让民众可以免费体验 而今年更以装饰艺术为主题 串联了过去与现在 2018新北考古生活节 以装饰艺术与考古为主题 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观点 来探索族群之美 今年同样设置了100多个摊位 让民众以体验的方式来认识考古 现场当中我们有考古市集 然后这考古市集有多达分七大区 然后多达120个摊位 然后现场有很多的手座的体验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美食区 然后我们的舞台区跟会场 也都有一些相关的展演 连续两天的活动 13行博物馆邀请了国内外 许多相关的单位一同来参与 包括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就让民众自己体验纹身DIY 我们今天体验的是 排湾族的手纹体验 那其实在排湾族里面 就是以女性为主 女性可以在手部上面 做一个手纹的体验 那其实平常在族里面 是只有同目家族或者是贵族 才有这个做体验的一个资格 就是把这些美丽的纹路 都支在自己手上 就很棒这样子 新北考古生活节到今年 已经连续举办七年 是台湾考古一大盛事 每年都吸引许多国内外的 游客参与 今年共规划了七大特色区 是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记者沈志佑林锦鱼 巴黎采访报道